好了 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第五节内容 品牌管理 大家一看这个标题和前边讲的市场营销 它其实是分离出来的 那么有了市场营销学的基础 我们再学品牌管理 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一些 那么在这一小节当中 主要给大家介绍三个知识点 什么叫品牌 品牌资产都包括哪些 这里边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卫的五星概念模型 这是这一小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品牌战略这个知识点 也是在第五小节当中 属于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需要大家重点来掌握的 好了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品牌 这概念不需要大家记下来 你只需要了解品牌虽有两个汉字 但是它却是一个组合 或者是某两个元素 某三个元素的组合 哪些元素呢 比如说具体的名称 术语 记号 象征 或者设计 都叫做什么呢 都叫做品牌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品牌的拥有者是谁呢 是一共或者是一群卖主 这个卖主指的是谁 我们就一般说的是企业 对吧 那不同企业它销售的产品或者服务不一样 有的企业专门销售 有型产品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电脑是联想电脑 我们现在这个空调是这个格力空调 哎 像这两个企业 它主要是这个销售产品 那还有一些企业 它不生产产品 它只做服务快递 是不是一个很典型的服务行业呀 比如说顺丰 比如说中通 对吧 那么甭管这个企业是干什么的 它的品牌 那么按照我们教材来讲 是由两部分组成 哪两部分 名称和标志 名称就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部分 直接可以叫出名字来的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联想呀 格力呀 李宁呀 华为呀 这个大家都可以读出来 对不对 那还有一部分叫做什么 它的标志 就是你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 比如说 我们来形容一下 这个李宁这个标志是个啥 有人说他他像个李宁嘛 乐伊里像那个L的一个变形 那还有人说这个像个红旗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华为这个标志 哎 有人说他像个花瓣 还有人说他像个太阳 你看 是不同的人 他看到的是感觉是不一样的呀 但是他的标志 是这个企业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符号 也就说咱们看到这些标志之后怎么样 哎我们就知道是哪个企业 所以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进行识别的话 就有很重要的作用 好了 那下面我们做一道多选题吧 比较简单 下列属于品牌要素的有什么 我们说就包括两个对吧 一个是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 叫做什么品牌名称 一个是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 叫做什么品牌标志 所以什么知名度认知度联想度 这个都不包括在这个范围当中 所以正确选项应该选A和B 下面我们就简单来看一下品牌的类型 品牌类型 那么这里边涉及到的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知识的一个在线 按照辐射区域来分 有区域品牌 国内品牌和国际品牌 现在很多 现在很多人对吧 喜欢这个看直播 直播的时候 人家就说我们卖的是国际大品牌 哎 国内品牌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新国货 对吧 那还有一些区域品牌就是地方性的一些区域品牌 比如说这个广西的螺蛳粉 对吧 这个很好吃 下面是按照市场地位来分 就是谁是老大 老二 老三 对吧 领导型的 老大 挑战型的 老二 追随型的 老三 或者老四 哎 这个补缺型的 这就是后边了 对吧 老五 老六 老七 老八 都是可以的 下面按照生命周期来分 大家还记得我们有生命周期吗 产品的生命周期四个阶段 对吧 产品品牌也有生命周期 新品牌 上升品牌 成熟品牌 衰退品牌 对不对 哎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 李宁呀 这个安踏呀 格力呀 他们都是属于比较成熟的品牌 那有没有一些比较衰退的品牌呀 当然有了 比如说小霸王 大家听过这个牌子没有 小霸王VCD 小霸王学习机 这个都是属于衰退的啊 下面按照价值指向来分啊 有功能价值的品牌 还有精神价值的品牌 功能价值品牌就是 我这个企业怎么样 提供给消费者提供功能性的价值 比如说买一个空调 我是能治冷或者是能治热的 对不对 那有的品牌是提供精神方面的导向啊 比如说 我们这个环球网校的我们的广告语叫什么来着啊 我想我能对吧 你像这个我想我能 这就叫做什么精神价值一个品牌 下面按照使用主体来分有制造商品牌和中间商品牌 制造商品牌 比如说格力 它就是一个制造商品牌 娃哈哈 这叫做制造商品牌 你没有见过一个娃哈哈饮料的专卖店吧 没有吧 对吧 这叫制造商 什么叫中间商 就是我基本上不生产 但是我专门来做销售 比如说各个大超市呀 小超市呀 中型超市 对吧 这个都叫中间商品牌 下面按照不同用途来分 有生产资料品牌和生活资料品牌 对吧 生产资料品牌 就是专门为企业的生产来服务的 比如说一些铁矿石 比如说一些棉花 今年的新疆棉事件 对吧 那些棉花 它是主要来卖给那些棉房之厂的 或者是卖给服装加工企业的 那生活资料就是我们一般大家提到的 比如说我们喝到的饮料 对吧 把会员呀 娃哈哈呀 可口可乐呀 那这都属于生活资料的品牌 好了 下面我们来按照价格定位来分啊 把它分为普通品牌 高档品牌和奢侈品牌 那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女孩子们背的这个包 对不对 很多很多男性消费者不太理解 为什么很多女孩子这么喜欢包 你看 企业就开始在这个包的价格定位上 开始做文章了吧 比如说奢侈品牌 我们先从高的说啊 比如说一个香奈儿的一个包 对吧 假如说是四万 哎 很多男性消费者不太理解啊 说四万块钱 我还可以干点别的呢 那高档呢 我们比如说呃 一万左右的 有没有 也有 普通的大众的啊 比如说啊 五百块钱的包有没有 也有 对吧 啊 也有 所以这就是按照价格来分 下面按照不同属性来分 有产品品牌 有产品品牌 企业品牌和组织品牌啊 就这个品牌 它的归属性不一样 对吧 比如说我们说海菲斯洗发水 海菲斯 这就属于一个产品品牌 那呃 什么叫企业品牌呢 海菲斯所在的这个企业是谁呢 是保洁公司 保洁公司就是一个企业品牌 组织品牌啊 比如说呃 中国红十字汇 对吧 这是一个组织品牌 下面按照知名度来分啊 这个就很日常了 对吧 持名商标 著名商标 名牌产品 优质产品 合格产品和不合格产品 但是咱们国家这两年出专门出台了一个法律 就是企业在宣传的时候啊 在进行宣传的时候 你不允许用持名商标和著名商标 这两个词来进行宣传了 咱们教材在这一块啊 他可能更新的不是这么快 下面第十个按照行业来分啊 这个大家也能判断出来 对吧 汽车行业 小米也要做汽车了 现在的这个小鹏汽车 蔚来汽车 对吧 特斯拉 哎 这都是汽车行业 电汽行业也很多了 对不对 小米的家电 刚才我们说的格力 也是家电吧 餐饮行业 海底捞 对不对 哎 这都叫餐饮行业 好了 这个大家根据日常生活知识 能判断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不需要死记硬背 好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品牌资产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新闻 就是经常在世界500强 在排名的时候啊 他会有一个品牌价值排行榜 说这俩字就值多少多少钱啊 我们来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可口可乐 这四个字对吧 当然要翻译成英文的话 可可口了 那么这几个字在世界上值多少钱呢 啊 他的均值大概是在600多个亿的美元 注意他品牌价值值这么多600多个亿的美元 是这个企业有这么多的现金吗 不是啊 我们是从价值的概念 从资产的概念给他进行的估值啊 给他进行的估值 当然我们中国有没有品牌价值排行榜呀 也有呀 咱们国内也有 对不对 比如说比较知名的 大家耳熟能详的 比如说华为呀 格力呀 海尔呀 这些国内品牌 小米呀 他们的品牌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好了 在这里边需要大家重点来记得就是 那么凭什么给这些品牌价值 有的就值600个亿的美元 有的就值100个亿的美元 从哪几个角度去给他做的评价 这个需要大家重点来记 五个角度 谁研究出来的 一个叫大卫爱克的啊 一个人研究出来的 主要分为五个方面 一个是品牌的知名度啊 知名度越高 他的品牌资产越怎么样 也价值越高 对吧 下面一个品牌的联想度啊 说看到这个牌子能想到好多 那他的联想度越高 他的品牌价值也就越高 第三个品牌认知度啊 就是消费者对这个品牌 注意啊 认知度不是说 哦这个标志 他的logo我认识 不是 是对这个企业的了解 对吧 他的发展历程 他的产品特点 他的品牌历史 哎 有相应的认知的话 那好 那这个品牌价值也是很高的 下面是消费者的对这个品牌的忠诚度 当然一个企业他品牌的忠诚消费者越多的话 那这个企业赚钱是不是相对来说越容易赚的也越多呀 对吧 另外还有其他的品牌资产 其他的啊资产 比如说他的商业价值 对不对 所以这五个角度啊 就是构成品牌资产的非常重要的五个方面 那么考多选题的时候 他是主要的考题形式 那下面我们就具体来解释一下啊 什么叫品牌知名度 就是消费者对一个品牌的计程度 记住了自然而然就知道了 对吧 所以这叫做他的知名度 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叫做无知名度 一说某个品牌 说你知道吗 对不起我不知道 比如说在咱们中国八十年代的时候 有一个国内非常著名的生产彩色电视机的企业 叫彩虹电视机厂 现在在提彩虹电视机 还有人知道吗 不知道了 这就叫什么无知名度啊 那么下面是提示知名度 说哎你知道吗 在中国曾经有一个也做电视机的企业 叫熊猫牌的电视机 知不知道 哎说好像知道熊猫电视 对吧 哎这个有点印象 这叫什么提示知名度 什么叫未提示知名度呀 那我现在问大家 说你现在能够说出来的电视机的品牌 都有哪些 哎大家说很多 对吧 比如说长虹呀 康家呀 TCL呀 对吧 还有什么 还有海尔呀 海信呀 对不对 小米呀 对吧 哎大家说这么多 这叫未提示知名度 那我再问大家 什么叫顶端知名度 就是每个消费者心里边 他这个行业当中排名第一的那个位置 比如说现在一提到电视机 很多人就说 哎我们家的是小米的 那好了 小米就处于这个消费者的顶端知名度 那还有的消费者说 哎我们家电视是这个海信的 那好了海信在这个消费者心目当中 就处于顶端知名度 就是你第一个能想到的那个电视机的品牌 所以这叫做品牌知名度的四个层次 对吧 四个层次 所以企业的目标也很明确 就是逐渐的分别实行跨级啊 最顶端的目标就是实现顶端知名度 好了 第二概念叫品牌的认知度 我们说了不光是认识它的logo 对吧啊 是对这个品牌在品质上的一个整体的印象啊 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它的功能呀 特点信赖程度耐硬度 服务度 效应评价 品质外观等等 我们比如说现在在老百姓心目当中 说一提到海尔的家电 大家都说嗯还可以 产品还可以 服务也挺好啊 整体来说都挺好 这说说明什么 消费者对海尔家电的这个认知度还是挺高的 对吧 是一个综合性表现 第三个叫做品牌的联想度啊 就透过这个品牌能够产生的所有的联想啊 比如看到这个牌子会想到什么呢 呃 像这个海尔对呃 80后90后的呃 这个人来讲的话 他还是有一定联想的 他还是有一定联想的 比如说在小时候有一部动画片叫海尔兄弟 哎 所以一看到海尔这个标志会想到什么 哎 会想到那个两个小兄弟对不对啊 甭管春夏秋冬都穿一样的衣服对吧 那还有就是这个海尔的一个个性 他的使用场合说好像好多老百姓家里边都有海尔的电器 对吧 还有他的产地倾倒海尔对不对 哎 想到这么多给消费者提供的利益 对吧 哎 这都叫做品牌的联想度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第四个叫做品牌的忠诚度啊 就是消费者总去多次去购买某个某一个品牌 那这时候他是不是具有一些偏向性的一些购买行为啊 比如说有个消费者啊 他总去购买什么呀 小米的一些产品 所以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米粉 对吧 啊 米粉 那么品牌忠诚度是品牌资产的一个核心 这个容易考到单选题啊 所以企业的很多活动 他都是为了提高这个品牌的忠诚度 让他的消费者多次去购买他这个企业的产品 第五个表现为品牌其他资产 比如说商标呀 专利权呀 对不对 哎 现在很多企业越来越重视这个专利了啊 就这个企业研发出来专利之后 报相关部门 对吧 哎 其他人 其他企业你就不能用了 这是我企业自己独有的 所以他也可以提高这个品牌的价值 好了 这是大卫爱客的五星概念模型 这五个方面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句话 适合做什么题 适合做多选题 像这个口诀呀 他不适合做单选题 啊 不适合做单选题 非常适合做多选题 所以这个啊 大家可以 你按照这个口诀契计 你也可以选择用你自己的方法 对吧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这道单选题 大卫爱客提出的品牌资产五星概念模型当中 消费者对于品牌的记忆程度称为什么 啊 就是记住了没有 这应该选哪个度 应该选知名度 对不对 大家选对了没有 应该选地啊 就是我记住了 那这个品牌自然而然 他就知名了 认知度就是对他整个品牌的总体印象怎么样 对不对 还有品牌忠诚度多次去购买 联想度 哎 看见那个牌子 看见海尔那个牌子 我就想到那对小兄弟 对不对 哎 所以他的范围他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纯粹来考概念的题 好了 下面就出了多选题了吧 大卫爱客提出的五星概念模型当中 品牌资产包括什么 你看这个咱们的口诀就用上了吧 叫什么来着 他成想知名呢 对吧 他成有忠诚度 想联想度 知名啊 有一个知名度吧 对吧 所以满意度 整合度 没有吧 所以正确选项应该选 ACD 啊 ACD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大卫爱客的五星概念模型 包括五个方面 对吧 这五个方面啊 你需要掌握他每个度的概念 那同时呢 考多选题的时候 我们一句话 就概括到了他的五个方面啊 所以这句话你可以熟练记一下啊 他成想知名呢 就是大卫爱客的五个方面 我们说这种口诀 我们说这种口诀的题适合做多选题啊 选他的大标题 好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品牌战略啊 首先来看一下品牌战略的内容 就是一个企业 他既然决定了 他要把这个企业的品牌打造成一个成功品牌的话 他需要做以下方面的事情啊 这个品牌战略的内容 他的实践性特别强 就是在具体企业经营过程当中 每个老板 每个他的营销总监需要考虑内容 但是对于咱们考试来讲的话 这个大家简单了解下就可以了啊 首先是一个 一个决策对吧 我是做自己的品牌 我还是给其他经销商做代理 对不对 哎这是一个决策的问题 模式的选择 哎我到底选择哪种模式呢 我是加盟呢 我还是自创呢 对吧 还有品牌识识别的一个界定啊 就是我这个品牌和其他品牌有什么不一样的 让消费者认识到 还有就是品牌延伸的规划 对不对 比如说我原来是做中低端产品的 好了 那现在我要做高端产品 可不可以啊 比如说吉利汽车 对吧 原来定位是中低端 现在收购无二无二之后 哎他也向中高端移动了 对不对 这叫品牌延伸规划 下面还有就是品牌管理的规划 对吧 品牌管理不是说 我今天喊一喊 我们要做品牌管理 我们要做品牌管理 明天我这个企业的品牌管理就做成了 不是他需要一个长期规划的过程 下面还有一个品牌远景的设立啊 所以你看咱们国家现在呃重点强调什么 我们的新国货啊 那么单选题就是考应用型的单选题 让大家来判断 那考多选题的时候啊 就是考他的类型 比如说啊 下面单一品牌战略包括哪些类型 这个是最容易出多选题的 而且基本上是连续出 不知道这些出题老师们是为啥喜欢这个品牌战略 单一品牌战略 单一品牌战略又叫做统一品牌战略 就是企业生战的所有产品 我都使用一个牌子 有没有这样的企业 有吧 海尔是不是就是一个典型的这样 单一品牌战略的企业呀 他所有的家电都叫什么 都叫海尔对不对 当然现在这个海尔他也有一个提升啊 比如说他的一些高端品牌 他新起了一个名字叫卡萨蒂 大家听过没有 当然这是他现在的一个新的战略规划 在早期的时候海尔使用的战略就是单一品牌战略 也叫做统一品牌战略 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强调他的第二个名字啊 中级工商出题 他有一个小的规律 就是大标题当中 他有的时候不出现在选项当中 那么在选项当中 他一般出现他的第二个名字 或者叫做小名 这叫大名 对吧 这叫小名 哎 我们给孩子起名 有一个上学用的大名 有一个在家里叫的小名 对吧 考试的时候呀 他真的特别喜欢用小名来考大家 所以单一和统一在咱们这儿是一样的 那具体单一品牌战略包括三种类型啊 这三种类型要求大家重点来掌握 那怎么掌握 因为他要是考单选题的话 就是让大家来判断 他叫具体的叫做什么单一品牌战略 所以大家我们可以结合着他的概念和什么 和我们给大家举的案例啊 你自己来体会一下 更加深刻理解一下 第一种叫做产品线单一品牌战略 就是这个企业在进行扩张的时候 他不满足于我只生产这一种产品 我想生产多种产品 但是我这多个产品 我可以在一条产品线上做出来 这样不是省了一套设备的钱吗 对不对 所以比如说啊 大家冬天穿的波斯登的羽绒服 我们知道现在有鸭绒的羽绒服 有鹅绒的羽绒服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这个羽绒服 就是在一条生产线上出来的 只不过是原材料不一样 所以价格也不一样 但是甭管是鸭绒的还是鹅绒的 牌子都叫什么 波斯登 所以这叫做产品线单一品牌战略 第二种叫做跨产品线单一品牌战略 很显然他用的产品线 就是用的生产线或者叫做生产设备一样吗 不一样是实行跨越制的生产 对吧 那怎么判断他是跨产品线呢 但是同时还使用一个牌子 他们的质量和能力啊 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是产品类别不一样 产品类别不一样 他就不能在一条生产线上用吧 但是他起名字的时候 还是用一个名字 比如说 你看这个李宁 他是不是也生产篮球 李宁的篮球 羽毛球 乒乓球 对不对 我问大家这三种球 它的生产线一样吗 生产设备一样吗 不一样吧 但是一提到李宁的这个运动装备 像这些球之类的 那我们说李宁的篮球 羽毛球 乒乓球 他们的质量基本上是相同的吧 对吧 但是产品类别一样吗 很显然三种不同类型的球 在三种不同的生产设备上加工生产 对不对 所以这 但是他们都用一个牌子李宁 这就叫跨产品线单一品牌战略 第三个叫做散型品牌战略 这个很容易漏掉 因为什么 因为你发现了没有 这个散型品牌战略 它没有单一这俩字 对吧 所以将来在考试的时候 下列属于统一品牌战略 单一品牌战略的有 就大家根据这单一这俩字 就可以选上 但这个散型的品牌战略 很容易漏掉 但是你别忘了选 它也属于一个单一品牌战略 但它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具有不同质量和能力 就是质量和能力不一样 它的产品类别也不一样 但是还使用一个牌子 还使用一个牌子 那最典型的就是现在的小米 对不对 小米你看 它最早的时候是以手机起家的 对不对 然后你看现在又有小米的空气净化器 那还有就是小米的行李箱 对吧 我今天又在小米的官网上 我又下了一单 我买了它的一个背包 小米的背包 大家来看 这四个四种类型的产品 它的质量和能力不同吧 对吧 你看手机 手机 是通讯的 净化器是把咱们空气净化一下 行李箱装行李的 背包 我背个小电脑 对不对 你看 质量和能力不一样 产品类别也不一样吧 使用的生产设备也不一样吧 但是他们都叫小米 这就叫做什么 散型的品牌战略 但是它也使用一个牌子 那我们在这做判断的时候 单选题 我再强调一下 它就是靠应用型的单选题 让大家来判断 我们要结合着这些案例 你去判断 然后抓关键字眼 大家就可以比较轻松的判断出来了 所以这个得多练 多练 好了 那既然它容易考单选题 又容易从这三种类型当中 给大家来进行混淆 怎么办呢 我们给它做一个对比 对吧 做一个对比 大家就更加能够区别出来这三者之间的不同 我们来看这三种单一品牌战略类型 首先 谁是用同一产品线 你看 它的名字就暴露了它的本质吧 所有产品都在一条产品线上生产 所以它用了一条产品线 但这个跨产品线散型的 它就没有用一条生产线 它用到多条生产线 对吧 质量和能力怎么样 产品线单一品牌战略 质量和能力相同 跨产品线 大家的质量和能力也相同 但是散型的就怎么样 就不一样了吧 对不对 产品类型 产品 线单一品牌战略 它的产品类型是一样的 而这个跨产品线和散型的 它的产品类型就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根据这个表格 我们再把这三个类型 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分析 那将来大家做题的时候 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 好了 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多选题 属于统一品牌战略的有 统一品牌又叫做什么来着 单一品牌战略 我们说这是用它的小名来考试的 对吧 应该选什么 应该选产品线单一 跨产品线单一 还有一个谁 散型的 别忘了散型的 也是单一品牌战略 对不对 所以正确选项 应该选A D E 那这个B和C 是我们后边要讲到的 它的战略类型的选择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道单选题 这个就是比较早了 2011年啊 你看十年之前 他考试就是真的就是考定义 你记住了 这道题一分就可以拿到手 具有相同质量的质量相同啊 产品类别不一样的 这种单一品牌战略 叫做什么 肯定能把谁排除掉 到金字塔吧 咱们教材没有这个说法吧 对不对 然后就是从这三个当中来选 大家想想 不同产品类别 肯定要把谁排除掉 产品线单一吧 因为它涉及到的产品类别 是一样的 对吧 那现在我们就从这两个里边选 那这两个里边质量相同 产品类别不一样 还能把谁排除掉 散型的吧 散型是啥也不同 对不对 什么都不一样 但是我还是强硬的 小米 我还是强硬的 我都给他按照小米这个牌子来做 所以根据排除法也可以选B 当然如果说 说老师 我一眼我就能看出来 这叫跨产品线单一品牌战略 你直接选 你可以 所以咱们做题的方法 你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知识的程度 你来选择 直接选 或者是用排除法来做 都可以 我们的目的是 把这一分拿到手 而且是正确拿到手 所以正确选项应该选B 这个就是直接来考概念 好了 那企业除了可以选择 我省事 为了图省事 我就选一个品牌 那还有的企业说 我不想让所有产品品牌都一样 我采用另外一种策略 叫做主副品牌策略 就是有一个成功的品牌 作为主品牌 对吧 同时给不同的产品 怎么样 我给他起一个非常具有魅力的名字 叫做什么 叫做副品牌 其实这就叫做什么 主副搭档 对不对 叫做一主多副 比如说一个什么什么企业 总经理 一个人吧 副总经理 你看 怎么着也得有三个吧 对吧 怎么着也有三个 所以他的特点就是一主多副 那么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联想 Lenovo 对吧 他是一个主品牌吧 那他下面还有很多个副品牌 比如说 星科派的 IDR派的 乐凤 对吧 这都是他旗下的一些 旗下的一些品牌 叫做副品牌 好了 那下面我们来做一道题吧 你看这个 18年 距离现在比较近 所以他的应用性就特别强 让大家来判断 某企业生产的电视机 统一使用 星某的品牌 同时对不同型号的电视机 分别 惯以 一某 杨某 财某 突出每个产品的个性形象 这种产品战略叫做什么 品牌战略叫做什么 很显然大家来看统一使用 很显然是不是有一个主品牌 这个一某杨某财某 这至少有三个负的吧 对不对 突出个性形象 所以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主负品牌战略 对不对 所以正确选项应该选D 好了 还有的企业财大气粗 说主负品牌 我也不想做 我想给我的每一个产品 都起一个独立的品牌 让他们互相不干预 互相不影响 那我这种战略就叫做什么 多品牌战略 也叫做独立品牌战略 这又是一个大名 一个小名的问题吧 所以将来在考试选项当中 如果人家有一个选项 说这叫做独立品牌战略 那你要马上想到 这其实就是说的什么 多品牌战略 对不对 所以这个企业 一般采用这种多品牌战略的企业 它的财力是非常雄厚的 因为你要想让每个品牌 对吧 每个品牌 要让消费者所熟知的话 你不同的品牌 比如说ABCD 如果让消费者知道的话 分别给他们设计四个不同的logo吧 然后再加上四个不同的代言人吧 对吧 然后再加上四个不同的 他的宣传途径吧 那这时候啊 需要企业的财力支撑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叫做多品牌战略 就是大家之间是互相独立的 好了 那下面咱们来看一个啊 单选题 某企业对其生产的实用油 燃料油 润滑油 三类产品 分别冠以不同的品牌 啊 实用油给他交个A 这个叫个B 这个叫做C 对吧 起三个不同的品牌 这叫做什么品牌战略 很显然 这叫做多品牌战略 对不对 你看这个主副的单一的 这俩啊 都是属于单一品牌战略 主副就是一定要有一主 还有多个副的品牌 所以这个也不对 这就叫做多品牌 应该选D 啊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品牌 战略 对吧 需要大家重点记得就是关于这品牌 战略类型的判断 啊 他有的时候考多选 有的时候考单选 那么第一种比较简单 叫做单一品牌战略 对不对 单一品牌战略是不是具体又包括 三种类型呀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在这就不写了 咱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第一种叫做什么 呃 产品线单一品牌战略 对吧 第二种叫做什么 跨产品线 第三种叫做什么 散型品牌战略 对不对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志就是什么 都使用一个牌子 那下面第二种叫做主副品牌战略 它的特点就是一个主 主打的品牌 然后多个副品牌 对吧 第三种叫做什么来着 我使用多个 而且相互之间是独立的 这叫做什么 多品牌战略 所以也叫做什么 独立品牌战略 就一个企业 给它的产品分别冠以不同的品牌名称 这就叫做多品牌战略 那这一块啊 去年在这儿考的是多选题 那今年在考多选题的概率相对来说就低一些 那主要是考什么 单选题的一个判断 判断它是哪种类型 所以大家抓住关键字眼 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好了 讲到这儿 我们整个第五小节内容 品牌管理给大家介绍完了 需要大家重点掌握的是 品牌资产 一句话就记住了五个方面 对吧 它成想知名呢 下面就是品牌战略 刚才我们说了 主要是这三种类型的一个判断 掌握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好了 讲到这儿 咱们整个第三章内容 也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第三章大家再从头 大家再回忆一遍 你都能想起来啥呀 有人说 老师我啥也想不起来了 为什么想不起来了呢 其实就缺乏一个环节 什么环节 就是我们学完之后 可能有的同学 他忘了这个复习的环节了 我们说这个知识 你怎么才能算 掌握到自己的手里边 我们把它深深的 刻在自己的脑海里边 复习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没有复习的学员 咱们在这儿 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 这一章的主要的几个重要的知识点 也属于长考点 需要大家重中之重来掌握的 首先市场的三要素 你得记住吧 对吧 市场管理的任务 我们说有八种需求 那么他的市场营销管理的任务 你就有八个不同的对策 这里边他是容易考单选题的 对不对 你去判断一下 什么叫负需求 什么叫钱负需求 对吧 什么叫有害需求 我说这个你想起来了没有 下面就是关于市场营销环境的判断 宏观的和微观的 像这一块 基本上每年都会出一道多选题 宏观的就是不可数 什么人口呀 政治呀 经济呀 对吧 微观环境就是可数的 什么企业管理者的影响呀 营销渠道企业的影响呀 竞争对手的影响呀 对吧 这属于他微观环境要素 下面有个非常重要的矩阵 你看西方经济学 西方管理学 他就是比较擅长用矩阵来分析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 你们从第一章 我们最后学到第十一章 大家可以数一数 我们整个教材当中 我们的矩阵的类型还是非常多的 对吧 分成四种业务吧 理想的成熟的冒险的 最后一个还有啥 想想应该是什么 大家想想市场细分的标准有四个 我们说有两大类 主观的和微观的 对不对 主观的还有客观的这两大类 这个一般就是出单选题 那么出多选题 他一般考的比较多的就是 下列哪些划分标准属于心理的划分标准 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难一点 下面目标市场的策略有三种 对吧 叫做无中生有 无差异 集中策略 有差异 就是差性营销 市场定位也是有三种定位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 金光头墙 对不对 重新定位 这个迎头定位 币墙定位 下面就涉及到4P了 大家还记得4P吗 从产品开始就进入到4P策略了 对不对 4P策略 产品的三个层次 这个也容易考单选或者是多选 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 对吧 组合维度的判断 这个容易和案例分析题 结合起来考大家 就是让大家来数一数 它的深度 它的宽度 对吧 它的长度究竟有几个 下面就是关于产品的定价公式 这个就是第三章考案例分析题的出题点 这两个公式应该是两大类型的公式 需要大家掌握住 当然去年在这考了案例分析了 今年在这再考案例分析的概率就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会考什么单选型的计算 对吧 有人说老师这公式记不住 公式记不住 大家可以通过什么方法记公式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做练习题来记公式 对不对 所以这块还是需要大家多做计算的 然后下面是 四批当中的价格策略吧 对不对 包括这几种定价策略 需要大家掌握住 下面还有就是促销策略 四批当中的促销 有一个拉引 拉谁来着 拉消费者 推谁来着 推中间商 对不对 这个还记不记得 当然渠道策略在我们教材当中 第四章会给大家具体介绍 所以在第三章的时候就给大家掠了 品牌资产咱们刚才涉及到了 就是五个方面 品牌战略类型 三个方面需要大家 你学会判断 学会判断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整个第三章的内容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一起来学习第四章内容